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三百零四面 我们看几次的蛇根功德 那么这一颗是法师功德品的第四颗 讲到蛇根的亲近功德 六根的功能是我们每一个生命体 这个生命体包括了凡夫 也包括了圣人 对外的六种功能 见文秀长绝词 那么这六种功能等于是代表着 每一个生命体的全部的作用 从凡夫的角度来说 我们谁去受用果报 六根 谁去造业 也是六根 所以那颗经上说 六根啊 它是众祸之门 六根也是众庙之门 就当六根 他去颠倒的时候 他失控的时候 那么这个所有的造业 就是六根造业的 那么造业以后 你来一生 谁去得果报呢 也是六根去得果报 造业也是他 受用果报也是他 所以他是生死轮回的根本 当他起颠倒的时候 当六根 他是属于一种内观安住的时候 他又是一个涅槃极境的根本 所以他这个六根就决定了 我们一个人 他是往生死轮回的方向走 或者是往涅槃的极境的方向走 简单一句话说 每一个修行人 你一定要面对六根的 这是不可回避的功课 你怎么去调控六根 乃至于进化六根 这是每一个修行人 必修的功课 那么管控六根 有三种方法 我们先看看外道怎么做 其实外道他也觉察到 生死跟六根有关系 他有这种智慧 那怎么办呢 他主要修苦恨跟禅地 就是你看那个刺恶外道 他就每天让你吃一麻一脉 让你身体很虚弱 所以你这一虚弱的时候 你六根 攀岩心就降低了 或者说他用禅定 如果禅定的这种专注力 把六根给射住 所以外道的苦恨跟禅定 他只能够暂时的调伏六根 就是斩草不除根 春风翠又盛 所以这外道的法门 他是暂时的一种调伏 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但我们再看二称的圣人 怎么处理六根 二称处理六根 就比外道高明多了 他还是有智慧去观察六根 他用什么智慧呢 他修无常 他观察这个六根的功能 无常故苦苦及无我 因为你这个六根 整天在那边动来动去的 今天眼睛看到这个 明天耳朵听到这个 所以他观察六根 攀岩六成 陷入十八戒以后 这个生命就是一个 动荡不安的社会 所以无常故苦苦及无我 所以他证得我空智慧的时候 他可以把有肉的六根的功能给 灭了 就所谓的灰身敏制 这个灰身敏制简单讲就是六根已经 粗的六根已经完全不活动了 当然六根不活动 那有肉的业力就停下来了 但这个地方有个问题 二测能修空关 他把六根的功能给灭了以后 他把六根的本性也暂时给灭掉了 就禅宗说的 一滩死水 其实六根应该怎么处理 应该是要转变它 你不管是压制它 你不管是熄灭它 都不是方法 所以大圣佛法处理六根很简单 大圣佛法发觉 问题不在六根 因为六根是一个功能里面的 最织墨最下游的地方 所以问题在源头根源 就是正本清言 就是让你一念的攀岩性 因为你心有攀岩性 六根才会产生攀岩 所以大圣佛法处理六根的问题 它就是回光缓照 它回光缓照它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呢 四个字而已 生人迫望 这个是大圣佛法最微妙的地方 大圣佛法认为一个人要起攀岩性 你不要去直接对视它 你把你的主人给叫醒 叫醒就好了 就是透过你不断的意念 真主本性 把真主本性给它唤醒 或者把它激活 所以你看禅宗 禅宗处理这个真主本性 厚望显珍 它是一个多元化的 说是赵州茶 一门饼 得三棒 零气喝 你问赵州茶 什么是祖师新来意 喝茶去 你喝茶的时候 是不是有舌根的分别 然后你分别茶的香味 当然它是怎么样呢 它是借向显性 你喝茶的时候 你要回官返照 你为什么能够喝茶 喝茶者谁 它是透过舌根 然后访问自信 然后回过来去找 舌根的根性 你问这个 零气一半 零气禅宗处理说 什么是祖师新来意 它打你一半 就把你身体打痛的时候 你深根 开始回官返照 你谁 感觉到痛 所以它这个六根 是一根据还原六根成解脱 就是六根都可以回家的 那么华华君 他的天台思想 他怎么回家呢 他直接从一根下手 就是观现前一念的意识心 当体极空极甲极中 直接就从达万本空 知真本有 就直接从一根的意识分别性 回到正如本性 就直接的观心法 所以六根 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 必修的功课 但是解决六根的最好方法 记住 就是把你沉睡已久的主人王 把他给叫起来 主人不迷 那么这个课程就不得其变 就是他原心 他为什么能够在你内心上 一直控制你 因为你的主人沉睡了 其实本来 真人破旺 那么真人破旺 为什么大地变黑暗呢 因为你太阳没有出来 所以他整个 华华君的思想就是 从一念的水洗修起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过去 我们的心 是跟着六根的节奏 当他向外攀援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 心水已进转 所以就是不断的 恶性循环 六根 攀援六成 升起六死 然后呢 六根染污以后 又去启发你的攀岩心 你的攀岩心 又更放重六根 六根产生染污以后 又把信息给攀岩心 好了 这两个高考时 好兄弟 攀岩心 影响六根 六根也影响攀岩心 没完没了 直到你学滑滑井 你的生命开始 力流造气 你开始拒绝向外攀岩 产生一念的 肥光缓道的力量 不要小看这份力量 因为这是你生命当中 第一次的逆生死 你开始拒绝 你开始拒绝六根 开始拒绝六成 而开始 关照了真主本性 而奠定了你未来 成佛的基础 当然 一念水洗 它只是一念 我们要让这个念头要相续 那就读说花花锦了 世修 把一念的水洗 变成两念的水洗 变成恋恋的水洗 直到你内心的太阳出现为止 那么你内心当中 一根去繁衍 六根去解脱 我们透过一根的关照 回关缓照 那么这个时候六根就产生了六根清静味 所以六根进化以后 诸位 清清静故 根清静 根清静故 成清静 你所接触的六成就有变化 我们看看 舌根清静以后 它产生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看更衣的长行 这地方长行有两段 先看第一段的总标 看经文 复赐常经静 若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是经 若读若诵 若解说 若书写 得千二百 舌功德 那么佛陀呢 又再一次的 招呼了 常经静菩萨 说 善男子 善女人 这个善男子 善女人 它是有前提的 那读诵法华经 之前是有前提的 你不是你什么都不学习 就去读诵法华经 那效果有限的 你不能随文入官 不能入所谓的 官横的内涵 要读诵法华经之前 你一定要先 学习法华经 文经达理 断一圣性 你要知道 产生 什么叫做 你念随喜 什么叫回官返照 那么你记住 这样的理官以后 再去受持是经 再去读诵 解说书写 这五种法门的心修 那么你未来当得 千二百清净的蛇功德 透过理官师修 佛陀先授记 未来有这么多的 蛇根清净功德 这总标 这一下别诗 别诗当中有两段 先看第一段 成就上位 看经文 那么六根本来是向外攀岩的 结果通过我们的理官的 关照消灭的攀岩心以后 六根开始进化 那么进化过的六根是什么情况呢 不论是什么样的食物的材料 这个材料可能是美好精致的 也可能是粗糙丑陋的 不管它材质是怎么样 那么也不管它煮出来的味道是美味的 或者不美味的 乃至于它的本质就是苦涩的 比方说黄年 那么不管你是什么酸甜苦辣的东西 只要进入这个六根清净的蛇根当中 皆变成上豪美味 这种上豪美味 犹如天上的甘露 非常的美妙 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讲出了 心能转静 你六根清净以后 根清净你接住的食物 入此人口成甘露味 就变成你用心 用你的清新舌根去改变了外境 这是六根的第一种功能 成就上豪 再看第二种功能 善能说法 善能说法 我们先看第一段的说法内容 看经文 若以舌根与大众中有所演说 处身妙生能入其心 皆灵欢喜快乐 又诸天子天女 事犯诸天 闻是甘妙音声 有所演说 言论次必 清晰来听 好 这个是说明这个说法的内容 跟建设 那么假设你用清净的舌根 在大众中 来为大众来演说佛法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清净的舌根有两种功能 第一个 出生妙生 你能够演出这种生妙 这个生 就是生意能够演传 妙就是生命 特别的明亮悦耳 这种美妙的音声 而且呢 你所说的法意啊 能够打动人心 产生强大的射手力 使令听者啊 能够欢喜快乐 这就是你叫清净的舌根 产生的作用 再来看这个听法建树 先看第一段的诸天建树 那么你这个说法是谁来听呢 幼著天子天女 乃至于 四弟欢迎大凡天王 这种大威德的诸天啊 文是生妙音声 而且呢 你所说的内容 言论表达也四弟分明 所以呢 接西来听 这不容易啊 诸天啊 诸天是整天忙于游戏快乐啊 他的福报大的 他能够来人世间听你说法 这是不可思议的 不容易的啊 这是诸天的建树 我们看第二个 八部鬼神 看经文 那么第二种听众呢 就是八部鬼神啊 比方说龙跟龙女 就是畜生到的 夜叉 夜叉女 这个夜叉就是飞行的鬼神 或者 钱他婆 钱他婆女 钱他婆呢 就是夜神 音乐的月 阿修罗 阿修罗女 就是飞天 他有天的果报 但是没有天的德赫 加罗罗就是 他也是一种飞行的鬼神 锦纳罗 锦纳罗呢 就是歌神 这种歌神 摩罗罗 其实是满神 那么前面的八部鬼神 为了听法 故皆来清净 恭敬恭扬 顺便 扶持妙法 这个是第二种听众 八部鬼神 也来听你说 听你说法 看第三个 看经文 那么这个是指 佛陀的示众弟子了 那当然本身善根记住了 他为了能够增上功德 也会来听法 看第四个 国王大臣 那么世界的国王王子 群臣建属 包括了 小转弩王 小转弩王就是 银转弩王 铜转弩王 铁转弩王 各别的 统领的 三个天下 两个天下 一个天下的 这些小国王 也包括了 统领四天下的 金弩王 以及他的七宝 带着他的七宝 跟他的千个儿子 内外建属 这个内建属 就是他的妻子 子女 外建属 就是五五百官 他们怎么样呢 层起宫殿 聚来听法 这个宫殿 是一个飞行的一个工具 但是他可以在里面修行 那么为什么他们来呢 因为这个菩萨 善巧说法 音声声妙 所以这些大国王 也来听法 看第五段 居士人民 所以一般的居士人民 也是愿意来听法 而且呢 随时供养 做护法居士 好 我们看第三段的 居士 看经文 那么前面的是讲六道凡夫来听法 这一项讲四圣法 这些圣人 对这个十根精进的 能够演说妙法的菩萨 他是怎么情况呢 这些呢 僧文众 辟知佛 菩萨 诸佛 常要见知 他经常能够 在定中 跟诸佛 菩萨 感应道交 而且 世人所在的处所 诸佛 皆向其 方向说法 那么这个菩萨呢 一方面听闻以后呢 悉能受词 一方面呢 他也能够出为妙音 为能演说 所以这个十根 有这么多的 微妙不可思议的功能 我们看前面的 颜耳鼻三根 他那个清静 他是看到 司法界的应言国报 但是十根他特别的地方 他特别强调了 心能转静 这个转静是怎么转的 我说明一下 神动人心上说 不违误转 己能转静 就是说 当我们的业报 本来我们的十根 受业报的影响 还有烦恼的影响 那我们 本来是要 随时我们的业力 去招感我们自己的果报 但当你拒绝了 向外攀岩的时候 你的果报其实就开始改变 叫做花报开始改变 当你不受 六根六成影响的时候 你就能改变它了 不违误转 己能转静 我个人有一个 亲身体验的经验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刚读佛学院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28岁 佛学院的功课是很紧张的 早上三点半起床 早课 晚课 中午加一个八十八佛 早上上两堂课 下午上两堂课 一天吃两餐 所以这功课我们刚开始 从凡夫 从一个世间来到生团 都还可以接受 那对我来说 这一天的功课最困难就是 吃饭的时候最困难 有一个生团的饭菜 煮得很清淡 就是螺汉菜 蔬菜 豆腐 全部煮在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世间人口味比较重 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 是我最痛苦的时候 这个饭不吃 你晚上就肚子饿 要吃呢 要吃不下去 那只好忍着 忍了几天以后 我心里想 这不是个办法 这以后日子可怎么过 我就私底下去请教 那些住了比较久的学长 我说你们不觉得 这个饭菜煮得很淡吗 他跟我讲一句 我很重要 他说 你把你的心给收射起来 饭菜的味道就出来了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听懂这个道理 我心里想有这么玄妙吗 你这个味道明明是调味料放太少 怎么是我的心收起来 这个味道就跑出来呢 我就将心将疑就试试看 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 我就不注意这个射程 我就去注意 这个佛号的音声 就把这个转移 我们把回方管照 我把这个心把它转掉 总可以吧 那么 发现有好一点 但是最大的明显 就是我佛学读了一年以后 这是我真正感觉到 六根的改变 就是最明显 就是舌根会些改变 非常明显 就是你这个舌根 因为你整天在伸船 都没有跟人家接触 其实某种程度 这个功课 这个法律是往内收的 你发现你这个舌根 释放出来的口水 是带甜味的 有淡淡的甜味 这个甜味 你吃什么东西就特别香 你那个甜味 就给你一碗白米饭 你都吃得进去有味 就是这个舌根的经体 就劣势这种情况 就是 所以你啊 你要觉得你的舌根 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的时候 那表示 你该做功课了 你该做功课了 因为你这个根 因为你这个六根 就攀岩太厉害了 完全各种是会给蒙蔽的 所以 如果你六根越往外 其实你是越陷越深 其实这个六层是一个无底洞 无底洞 没完没了 就是我们六根 不断地攀岩六层 积累很多垃圾 而每一次的阴言 都把自己给献住 比方说 你看你喜欢吃辣的人 一开始可能觉得辣还不错 但是你越生进去辣味以后 糟糕了 你的舌根只有两种味道 一个辣一个不辣 你只有两种功能而已 其他的酸甜苦味道消失了 就是你的舌根 完全被这个辣的滋味给陷住了 就无辣不换了 你的舌根只能分别辣跟不辣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把你的舌根归零 就是你那个记忆太多的影像 颠倒影像 把你这个舌根弄得迟钝 你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回光返照 把你过去的记忆 全部清空 全部归零 那只能够读诵法华经 归零就是回光返照 重新开始了 没有其他的方法 我这你那个味道 越是越重了 所以这个舌根一清静你以后 这是 我觉得一个人六根里面 变化最快就是舌根 最容易判断 最明显的 你要不信你打个佛山佛器也会感觉 打佛山的时候 你吃什么东西都特别像 当然因为你打佛山 某种程度可能偏重四胸 你只是用佛号的色情 你听你心中的佛号声音 但你没有真正理观 所以它很容易退转 你可能回去以后 没几天又恢复严状 但是华华经它不一样 它是通过一念的损洗 加上独送 所以它这个理观是不容易退转的 好 我们看庚恶的重送 重送当中分三段 先看第一段的总标舌根庙用 看经文 那么这个叫把蛇根的清净功德 做一个重送 那么他说呢 世人蛇根清净的缘故啊 他这个蛇根有什么好处呢 中不色二味 就是说 我们一般的蛇根是被动的 受阅力控制的 你招感的是美味的食物 你就感受到快乐 你招感到不美味的食物 你就痛 我们是心水尽传 那么得到蛇根清净的人 他还是化被动为主动啊 就是我说了算 你不管给我什么东西 都没关系 入此人口 我曾干入味 他的心是化被动为主动 就是他蛇根的功能 已经不是由六成决定 而是他自己决定 我蛇根去主宰所有的美味 而且他能够用深眼清澈为妙的音声啊 来为大众说法 在说法当中 又能够善巧的与种种的音言辟喻 来引导众生的心入于法义当中 所以使令听闻者啊 皆生欢喜 而且涉出种种的供养 来扶持正法 这是蛇根的两种功能 一就是成就上位 第二个善人说法 第二段我们看别名听法大众 就是有哪些来听法呢 看经文 诸天龙夜叉及阿修罗等 皆以恭敬心 而共来听法 使说法之人 若遇以妙音 便兰三千戒 随意及能智 大小转雷王 及千子眷属 合掌恭敬心 常来听受法 诸天龙夜叉 罗刹提摄蛇 亦以观喜心 常要来供养 犯天王 魔王 自在大自在 如是诸天众 常来治其所 好 这地方有四小段 先看第一段 那么 讲到欲界众生来听法 诸天龙夜叉 阿修罗等 皆以恭敬心 而共来听法 那么 这个是 讲到欲界的众生 那么是说法之人 若心中能希望 以种种为妙的音声 来遍满大千世界 他能够随其心意 当下就能够达到 这个地方能够遍满 三千戒 这个座义是要定中所成的 这第一个 欲界众生 第二个 看国王建署 那么大小转龙圣王 以及他的相议的天子剑鼠 都以合掌恭敬心 常来听受法义 第三个是八部鬼神 诸天龙夜叉 罗刹跟皮色叉 皮色叉就是 弹精气鬼 罗刹就是 报恶的死人鬼 这些八部鬼神被佛陀 给收射以后 都变成户法 常要来供养 那么第四个是讲 诸天 大凡天王 以及魔王 这是欲界天的魔王 跟志在天 志在天就是欲界的第五天 花乐天 大志在天就是色界的 四禅的 最顶天 如是诸天众 常来自其所 这么多的六道的众生 都来听法 看最后的解释功德 看经文 诸佛及弟子 闻其说法因 常念而守护 或使未献身 那么诸佛 跟他的法身菩萨的弟子 闻其说法的因身 就经常的 常念 意念他 守护他 或使在定中 为他献身 为他说法加持 那么这个地方 舌根 我们等于是研究了四种根 所以我们在处理六根 就是你 一定要面对六根的 因为它是 烦恼罪业的根本 它也是菩提念法的根本 所以六根 你不能随顺 你不能跟着他节奏走 因为六根的等流性 它是向外攀岩 随顺不得 但是也断灭不得 你要把六根给灭掉 你就没有成佛的可能性 因为你的菩提性 也就灭掉了 所以 法华君他强调六根清净 他可能要你六根关闭 所以他这个地方 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是中道实相 一定是 极空极脚极中 因地是极空极脚极中 你的果地才有可能 极空极脚极中 所以诸位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你要把握好分寸 不是一灭的消灭 也不是一灭的水顺 就是六根的功能 一定要保留 那个建文绣长 绝持的根性要保留 而只是把它的 攀岩的功能 消灭而已 这个地方是要把握分寸的 好 我们看吉武的生根 生根所面对的是促成 那先看第一段的长行 长行当中先看第一段的总标 看经文 那么这一下讲到生根的功德 生根 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促成 所以这个上男子上女人 成就理官的智慧以后 开始受识读诵 解说书写 法华经 那么到处理官世修以后 他未来的生命当中 可以得到八百的生功德 那得到这种生根的功德 他有什么好处呢 他的生根产生变化 如禁流离 众生喜见 他的生根就好像是一个 清净明亮的色身 这种色身众生见到以后 起欢喜心 当然他不是欢喜心而已 他有很多的功能 这一下别名 他的六根清净的功能 先看第一段的六番法界 看经文 其身禁锢 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生死死时 上下好丑 生善处恶处 西于中陷 即铁维山 大铁维山 弥楼山 摩合弥楼山等都山 即其中众生 西于中陷 下之的阿比地域 上至有顶 所有其众生 西于中陷 那么第一个 他面对的是一个六番法界 就是 生死凡夫 是什么情况 其身根清净库 所以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 所有的众生 上至 色禅 色戒 下次阿比地域 这么多众生 他生死死时 上下好丑 生善处恶处 其于中陷 就是所有的众生 从他出生 到死亡 这一期生命当中 那么 包括他的最初的投胎 是在上 上就是善恶界的 就是色界无色界的 种种的禅定的快乐 或者是下界的 异界的众生 就是分出的 各种的果报 有好丑的果报 那么 还有包括他 来生 即将 投生于 三三道 三二道 那么 这种的果报 包括一个人的 生老病死的 各种产生的 喜怒哀乐 都能够在这个 生根清净的人生中 清楚明亮的 显现出来 这个是三界的 震报 都能够在这个 生根清净的人 身上显现出来 再看一报 或者说铁围山 就是小世界的 最外围的铁围山 或者大铁围山 就是大千世界 最外围的铁围山 或者弥罗山 摩西弥山 等等这种 一报的环境 跟一报当中的 所有的众生 也可以显现 这个地方包括 下次RB地域 上至社界的游艇 所有众生 所有的 山河大地 都可以在 生根清净当中 显现出来 这个讲六番法界 我们看第二段的 四圣法界 若生闻 辟之佛 菩萨 诸佛说法 皆于身中 献其色相 他不断能够显现 三界六道的 三岛病史 他也可以显现 这种 四圣法界的 各种功德庄严 比方说 身闻原觉 毕师佛菩萨 乃至于 十方诸佛 说法的时候 修行的时候 显神通的时候 他都会在 他的流离的身中 显出他的色相 这个 我一定要是解释 这一段 讲到 生根清净 他说 六根清净会 跟法僧的功德 最大的差别 六根清净会的身根 他只能够 成就内庄严 内庄严就是说 他可以显现 但是这个显现 只能够内现 他不能外现 外现那就是 普门四线 准备杜泡众生 但是如果是 法僧菩萨 他的身根 他可以内现 他也可以外现 他的六根 的身根 可以显出一个老人家 他也可以变成一只 蚂蚁 做成蚁王 来杜泡众生 他也可以 显出佛身 所以 六根清净会就差一点 他只能够内现 成就内庄严 自受用 但是法僧菩萨 能够内现 也可以外现 他可以 自立立他 就插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看下一段的 重授 尔时 世尊 欲重宣此意 而说济言 若持法法者 其身甚清静 如比静流理 众生皆喜见 又如静明静 其见诸色下 菩萨于静身 皆见是所有 唯独自明了 于人所不见 那么尔时 尔时世尊 欲重宣此意 而说 其也说 寿司法法经 刚刚你寿司之前 一定要理官成就 那么在未来世事中 成就 生根清静 它有什么样的功德 它的生根 清静明亮 犹如流理版 众生歇喜见 而且这种 清静明亮的生根 它可以显现 各式各样的 三界六道的色下 那么 修持法法经的菩萨 对子清静的生根 都能够看到 世间所有的 一正二报 那在当中 唯独自己明了 于人所不见 总标 它可以看到六凡法界 也可以看到四身法界 但是都是自受用 我们看这第二段的别名 看经文 三千世界中 一切诸群蒙 天人阿修罗 地狱鬼畜生 如是诸色下 皆于身中线 诸天等宫殿 乃至于游顶 铁围吉米楼 摩河弥楼山 诸大海水等 皆于身中线 别名当中 我们先看第一段的六凡法界 先看正报 再看一报 从正报来说 三千世界当中 一切诸秦蒙 秦蒙就是六道终生 也记住 无名烦恼叫秦蒙 包括天人 阿修罗 地狱鬼畜生 那么他们种种 生老病死的象状 都可以在这个 清静的生根当中 显现出来 也包括了一报 诸天的宫殿 上到色界的游顶 乃至于小世界的铁围山 弥螺山 还有这个须弥山 包括外面的诸大海水 都能够在清静的生根当中 显现出来 六凡法界 再看四圣法界 诸佛即生闻 佛子菩萨等 若读若在众 说法昔阶现 虽未得无漏 法性之妙称 以清静长体 一切于中现 那么在四圣法界当中 包括十方诸佛 也包括了生闻众 以及发佛地心的菩萨 这些四圣法界 若独自安住 独自安住修行 或者在大宗中说法 那么这种各种的功德专业 都可以在 深根精进的 深根当中显现出来 那么这个 这个深根精进的菩萨 虽然没有得到 真正无漏的法身 这种无漏的法性的妙生 而以清静的长体 能够使令 使法界的各种的 一正恶报 在他的深根显现出来 这个清静长体 这个显现 使法界 我们说明一下 深根 他所接触的是一个 促成 比方说我去接触到这个 符齿 我可以感受到 这个符齿的木头的材质 它的各种温度 它的各种的光滑度 这叫做深根的促成 那么这种促成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简单的说就是感同身受 比方说 你看某一个人 他肚子很饿 你知道他肚子很饿 但是他饿到什么程度 其实你很难想象 但如果 这个人他饿的情况 他跟你是境界里接触的 他能够在你的深根里面 显现出来 那你完全能够感受到 他是饿到什么程度 而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你跟他感同身受 你又不为刷头干扰 因为清静的六根 它是寥寥分明 但是不生去找 就跟禁止一样 就是说 他这个是一个 大悲利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础 就是说 死法界的众生 他随时可以跟任何一个众生去 感受他的生老病死 喜怒哀乐 就像我们说的 法身的功能是什么 诸佛如来是法界的身 他能够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所有的法身菩萨 他的法身的力量 可以进入到每一个人内心的感受 所以你痛苦的时候 为什么关键是菩萨那个救把你 因为你痛苦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了 他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他生根 他能够显现你的 生老病死喜怒哀乐 第一个 他跟六道众生 同一个 感受 第二个 他跟十方诸佛菩萨 也可以感动身受 他可以感受到 十方诸佛菩萨的功德状元 所以有助于他上求佛道 所以各位 虽然他没有成就法身 但是他的圣义不敌心 基本上已经成形了 就是让不退转的 上求佛道 跟不退转坚固的下化众生 乃至于他后面 当然你要真正看 普门视线 那你要看后半段 看药王菩萨本事品 观世纪菩萨菩萨品 妙庄亚王本事品 妙与菩萨品 那是真正的 实现菩萨的悲至艳恨 但是六根亲亲会 他是怎么样 自受用 但是这个自受用 打下他未来的基础 就是因为他能够 把众生的痛苦 显现在自己的感触 他的生根的感触当中 静静里的接触 所以他能够 同意的感动身受 他跟十方诸佛菩萨感动身受 跟众生感动身受 这个也就建立他未来 自利于他的基础 好 我们先转到这 休息十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